我今天的身高是171 骑GSX是这样的 骑KT喵390是这样的 830的座高其实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压力 座位的部分比GSX又窄一些 我的双脚是可以点地的 最感兴趣的是KT喵的电子油门 GSX是传统的拉索结构 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 电子修起来比较过 修起来比较过 手感来说的话 GSX的阻尼感更强 不过电子油门会觉得太灵敏了 别点就窜了 花絮比正片搞笑系列 这是它第三趟 是吧 前两趟真的是 摩拜单车你 看不忍睹是吗 摩拜单车吧 KT喵390的摩拜 我找空档很好找 但是说真的 它这个拐弯真的好轻好舒服 你别掉一会儿侧梯断了 人家5万 真是吧 短账5万 烟 这个是什么呀 点烟器吗 嗯 真的是 真高级 真高级 这是点烟器的 它那个不是通用的那个烟器 它是小口 那你只能买细烟吗 这细烟有无关系 你不是说只能用小口吗 点烟器小口 哦 我以为它直接塞烟进去的 我一直印象里面 点烟器应该直接就可以把烟塞进去 然后就直接可以抽多么的潇洒 你这绑了一圈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是那个手材的那个便携开关 这个 嗯 这个 嗯 手材便携开关那个东西往上一按 嗯 一接着 嗯 嗯 吓我一跳 我就说这颗布怎么还有电子元件呢 我之后要是买EDV我就买宝马 如果来说寒奇 寒奇赛车就买LC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无线电信号收发器吗 这个是绑皮子的 因为这就是一根杆啊 这不可能有信号接收不能 它会避雷症 不对啊 避雷症好像都是引雷的 这车这么爱 傻了吧 没光脚了吧 哎 难受 难受 哇 这么一笔 感觉见字叉的这个排气又笨又重又丑 换了这些排气最好容易解释 对呀 所以我后来又定了一个排气 我们下期见爸爸溜